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推动无障碍农村旅游 邀请全国旅行社、网络部落客、旅宿饭店业者 还有杂志媒体等组成了花莲好三部彩线团 那么第一天是到寿丰 从考古博物馆、小渔蛙农场 到寿丰的这个丰田域DIY 并邀请了黎明教养院的月笙一起来游玩 来感受这个无障碍的农村旅游乐趣 来自全国各县市的旅行社业者、网络部落客、杂志媒体 还有旅宿饭店业者一连三天来到花莲 展开无障碍农村旅游体验行程 同时还邀请黎明教养院的院生一同出游 感受花莲地区推动无障碍友善环境的成果 这一次我们特别到了丰山、寿丰地区 去做无障碍旅游的推广 那我们这一次也除了邀请我们的旅行社、媒体同业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黎明教养院的学生 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采线的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推广寿丰地区 成为花莲特色的无障碍旅游路线 等一下我们今天的安排的行程 包含了我们第一站到了考古博物馆 寿丰的考古博物馆也是今年年初才刚开馆的 那他们有完善的无障碍的设施 包含无障碍的厕所、坡道等等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到了小雨娃 那小雨娃他们建置了一个智慧温室 那他们也期待在未来可以推动不弯腰农场 就是我们做的轮椅 我们组的拐杖 我们也可以在温室里面去做农室的栽材体验 种植体验等等的 那今天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如丰卓育工坊 那他们也是新的一个场馆 那他们之前是一个玉石的工厂 那现在转型为一个玉石的DIY的观光体验的部分 那我们也在这边有一个完善的无障碍的设施 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无障碍旅游 彩信团第一天来到花莲寿丰地区 首先参观了考古博物馆 接着体验小雨娃农场的农村生态 最后是来到了如丰卓育工坊 来认识台湾育 以及亲手研磨台湾育 随团的部落客和媒体 也都很认真的听取导览解说 并且录影拍照 也和黎明的月笙一起DIY磨玉石 感受到花莲农村无障碍旅游的乐趣和自在 借旅会收封箱报道